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的同时 更担心的是她失眉失身 刘夫人那是一脸刚正 要是失了真结 奴家肯定一头撞死 话说的挺硬气 不过看后来的表现 她就是吹牛逼 这时花容来见 本想带人去救 没想到夫人已至脱困 真是万幸啊 等你去救 老娘十月怀态都快分娩了 不过得亏你那贼寇头领的朋友啊 这刘高眼露邪广 有这事儿 花容一愣 以为夫人是赌气 笑着告辞了 这清风寨一文一无俩之寨 刘高这个文馆主要职责就是为了监督武将 俗称监军 媳妇说这话 她不得不往心里去啊 这天花容正在练骑射呢 一手弓箭出神入化 百步穿扬那是剑剑入靶 只听场外传来一声 好 花容勒马一看 功名哥哥 小弟日日叛逆 不见音信啊 宋江如今戴罪在身 无家可归 值得四方流浪 哥哥不知啊 皇上新立太子 正要大赦天下呀 所言当真 宫里传来的消息 千真万确啊 只是两三个月的事 哥哥暂且忍耐 便可东山再起啊 逃亡了一年多 宋江第一次打心眼里高兴啊 做梦都想当官 看来老天倦我宋三郎啊 为了庆祝哥哥能重返仕途 花容带宋江去清风县逛夜市 这正好赶上元宵佳节 人那叫一个多呀 你这花容过节 人流高也自然要过呀 带着夫人 在夜市就偶遇了宋江二人 刘夫人一指 看 花容身边的就是贼寇头领 这流高斜眼关桥 这小黑胖的不带价啊 哼 不管了 有老婆作证 差不了 来人 给我一并拿下 这一夜无画次日 看着囚车里的二人 刘高的笑容就没画过 自从自己上任之后 他花容就跟自己不对付 自己不就是欺压百姓和乱行法度吗 多大个事啊 整天跟我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摧毁好了 暗通贼寇 捉奸捉爽 铲除了一几步说 还立了大功 嘿嘿嘿 老爷 这功劳不得由我一半啊 如果青州太守风赏 给我打一副大镯子呗 那都不是事儿 在家等着 随后吩咐下去 押上犯人直奔青州府 这刚到青丰山下就被人拦住了 不是他人 正是挨脚虎汪鹰 早就接到信了 哥哥和花容被抓 闯寨救人不现实 等的就是今天 小的们 给我上 别看他武短身材 功夫一般 对付起杂饼 那也是砍瓜切菜啊 伴随着四面八方贼寇的涌入 再加上刘唐的围追堵截 刘高的百十来人瞬间瓦解 花容在球车里看得那叫一爽啊 只见一小兵拿着长刀正往另一个球车里捅呢 这宋江功夫不行 闪躲有一套 扎不着 诶 扎不着 你就是扎不着 王鹰打远一瞧 不好 吊着威亚就飞了过来 一枪捅死了小兵 手弯一翻 球车应胜而破 哥哥 你受尽了 我是王鹰啊 王矮虎 打得好 打得好 趁着两方乱斗 刘高插控 上马就要跑啊 花容一瞪眼 不能跑了那狗贼 王鹰早有准备 花胸带 接弓 随手砸开球车 花容张弓搭剑 眼尖人三点一线 一剑贯穿刘高颈部 老伙计坠马 当场圣王 好剑 射得好 大哥 我扶你上马 解决了刘高 王鹰调转马头 直奔清风寨 这帮土匪是贱人就傻 贱物就抢了 最后给洗劫一空 这刘夫人趁乱想跑 那是不可能的 王鹰早有交代 必须抓活的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你又落到我的手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刘夫人笑了 食食物者为俊杰 真杰就是个屁呀 打今儿起 我就给你做压寨夫人了 俩人刚想没修没送 宋江又来了 哥哥 这回没啥说的了吧 给我五分钟 花蓉一把给他扒了一边去了 你先给我一分钟 刘堂 上 这刘堂二话没说 一刀就给囊死了 王鹰哭了 你个红毛鬼呀 还我女人 我要活的 宋江发话了 都说红颜祸水 一点不假呀 不是因为他 哥和花蓉能被抓吗 刘高能死吗 清风寨能倒吗 这女人就是个祸害 听个话 以后肯定给你找个更好的呀 这人死不能复生 王鹰也只能认了 还是我等与哥哥有缘呢 此次团聚 正好一起上梁山 以花将军之意呢 往日在官府当差 受够了窝囊气 几番有此念头 只是蛇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花蓉一声敬佩哥哥 愿听从哥哥 宋江点了点头 仕途如牙 已无路 背水凉山 亦算图 就这么定 乐子没出口呢 郑天寿拿来了一封书信 是寄给公明哥哥的 宋江接过信 谁写的呢 柴禁吗 还是我武松兄的呀 打开一看 眼泪下来了 是弟弟宋青写的 父亲大人染病 已经吸去 这给他酷的呀 在古代 男人不能在床前为爹娘送种 那是天大的不孝 如果不能亲手为其入土为安 那更是不孝敲门 不孝到家了 宋江说什么也要回家呀 这尽孝只有一次 兄弟情来日方长 处理妥当 梁山在上 趁人家死爹这么大事儿 你也没办法应留啊 只能依了公明哥哥 几人先上梁山 长话短说 运成县 宋江跪在家门口 已经把情绪运疆到位了 进了院就开始哭啊 我这个亲爹呀 你得怎么说没就没了呀 不孝子宋江回来完了 一抬头 老爷子处在门口 看着自己呢 没错 宋老爷子根本没事儿 就是为了骗他回家 宋家祖先历来以正途立身 不管怎样 绝不能落草为寇啊 我儿子又志向远大 谁曾想落到这个地步 你不能尽孝 爹不怪你 可不能尽忠何为立身之本呢 我儿尸首杀人 只是一时之错 可若到梁山落草为寇 却是一生之错 再不能回头了 父亲的一番肺腑之言 为宋江日后招案奠定的坚实基础 老爷子想得很简单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天下大赦了 让宋江在家猫几天 时间一到 立马脱关系 重回仕途 可他哪里知道 即使与宋公明在运城县 基本无人不识啊 再加上笑意而归 没等他到家 县衙那边就收到了信 已经派人来拿了 快点快点 你儿子宋江上哪儿去了 老朽不知 旧有人明明看见宋江代孝回家 你却故作不知 来啊 把他们父子二人绑起来 有人要问了 插翅虎雷横 雷都头呢 不巧 杀人跑路上了梁山 具体怎么回事就不细说了 眼前这个姓赵 叫赵能 虽说跟宋家没仇 但是也没情 赵张办事罢了 今儿找不到宋江 那只能抓老爷子和宋青 回去顶缀了 这刚要带走 宋江出来了 意料中的意料 都别动手 我跟你们投案便是 宋老爷子一拍大腿 哎 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是爹爹害了你啊 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你回来 宋江安慰道 父亲说得对 宋家男儿得走正途 以忠立身啊 我去伏法还有回头的余地 画面一转 运程现阳 石文兵看着宋江连连叹气啊 跑都跑了 你回来干什么呀 誓出屏武之秋 本县压死宋江 典善严氏婆媳为妾 谁知该妾行为不端 另有新欢 宋江久后与之争辩 失守误杀严婆媳致死 宋江因此畏罪潜逃在外 今日幡然悔悟前来投案自首 理当减刑啊 几章二十 赐配将重 就冲着罪状 石文兵没少为宋江费心啊 这两班牙役也看出了门道 举着沙威棒看了看县令 老伙计再次叹了口气 哎一回首免了 这几账可免 次字难逃啊 文神师父那也是小心翼翼 生怕把宋鸭子扎疼了 宋江能有今天的人缘 真应了冯道的那首诗 穷达皆由命 何劳发探声 但只行好事 莫要问前程 下集 黑白通斥的宋江 拒绝了梁山好汉的邀请 决定洗心革面 从心做人 今日啊躲不过爷爷的拳头 揍我有何罪名啊 可此就是罪名 扣头动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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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